想起当年那位来自第二等级世界的幽英竹与古霸威的对战 还真是最强主宰剑的巅峰对决 不过最后古霸威还是败在了幽英竹那一场之下 被郭元峰提起这令他一生都不愿提起的事情 首次见到这位古霸威的情绪竟有些微妙的变化 有些事我劝你最好不要提 不然或从天降你明白吗 而郭元峰可不是被吓大的 直接回怼道 或也不是那么容易在我身上发生的 此时此刻 古霸界与大元界的对话已经进入一触即发的局面 因为郭元峰身为大元界的最强守护者 而古霸威身为古霸界的最强守护者 同时也是三界之首的最强主宰者 自然会爱着面子 这时候如果谁退后一步的话 那么就是怂 原本以为这位三界之首的最强主宰者会发起进攻 不过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哼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就在纪元一纪见 到时候你们大元界的人一个都逃不了 然后对着身后的截人说道 我们走 随着古霸威的话音落下 这艘巨大的方舟便是以极快的速度穿梭在骤海之中 望着已经消失不见的古霸方舟郭元峰才收回了目光 不过他明白 刚刚古霸威选择离开 并不是因为耸 而是古霸威不想浪费体力在这里 因为他的目标乃是纪元一纪 而且纪元一纪这次来的 皆是各大世界的最强主宰者 如果在这里浪费自己的体力和世界之力 到时候可就没有强大的力量 与那些来自第二等级世界的最强主宰者对抗了 然后再次把目光扫向硝烟三人 郭元峰微笑道 萧兄 林兄 木兄 刚刚这位古霸威出言不逊 你们可不要放在心中 萧颜三人则是一笑 并没有把刚刚古霸威的话语放在心中 不然的话 他们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那就好距离纪元一纪开启 也快了 我们也抓紧时间赶往吧 郭元峰对着萧颜三人说道 然后便启动自己的方舟 行驶而去 萧颜几人也再度启动方舟 跟着郭元峰的方舟急速前进 在这无边无际的骤海 只有一片黑暗 要不是方舟有灯光 或许方舟都看不见 时间又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里 并没有遇到什么大昼风暴 非常稳定地行驶着 行驶到一片区域的时候 这里的感觉让人不适 萧颜总感觉这太过安静了 也就是这种安静下 隐藏着危险 骤海本就是虚无 安静也很正常 但是从感觉上 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为了安全起见 萧颜用灵魂力量 传生给前面的那艘方舟上的郭元峰 郭兄 小心些 我感觉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好然后郭元峰的目光 扫尸四周无比黑暗的骤海 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最强主宰境界 所以他也发现了此处的异样 然后对着身边的几道身影 开口道 加强方舟的防御 是其中一道身影 来到方舟的最前方 从那戒之中 再次拿出了数万枚主气单 放入漏斗式的洞口中 随着数万枚主气单的灌入 大元方舟的防御罩 似乎充满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比起之前更加的无间不摧 千元方舟和大元方舟 急速行驶之时 突然间在他们的遥远前方 有一团灰色云雾 但具体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随着方舟行驶的跃进 慢慢地在硝烟的灵魂感之下 发现前方那一团灰色云雾 并不是什么云雾 而是风暴 也就是大昼风暴 骤海中的诸多能量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能量的聚集体 这股力量就算是最强主宰 都是极为的技能 不仅大昼风暴能量强大 一旦方舟的防御力被破坏 那么等待着的 就是方舟上所有人的死亡 因为任何主宰者 都无法在骤海这等虚无空间生存下去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身为最强主宰的郭元峰 都想要联合萧岩三人同行 这样的话 相互有照应 果然是看来 我们遭遇到大昼风暴了 萧岩看着远处靠近而来的 巨大灰色云雾 便是第一沉道 我们把方舟尽量 偏离原先行驶路线 灵动目光凝聚看向 急速奔来的大昼风暴 在前方大昼风暴的影响下 千元方舟和大元方舟 放缓了方舟的行驶速度 然后向左偏离 轨道尽量避开如此强大的大昼风暴 大昼风暴下一刻 近在咫尺 带着恐怖的破坏力 以及吸吸扯力 开始扫荡这片骤海 一旦被大昼风暴卷入其中 那么只有一个下场 就是死 不过也很幸运 千元方舟和大元方舟顺利 躲开的大昼风暴 但是却被大昼风暴边缘处的飓风 给影响到了 方舟开始摇摆 虽然没有被大昼风暴的 强大破坏力正面交锋 但是仅仅是边缘处的飓风 就已经让方舟差点失去了方向感 在剧烈的摇摆之下 千元方舟和大元方舟上的所有人 催动世界之力 稳住方舟的舟身 但是也就在稳住方舟的时候 大昼风暴的乱流忽然一致 然后让众人一惊 糟了 这大昼风暴 好像要改变方向牧尘猛的一惊 不出所料 这大昼风暴的乱流 瞬间反方向的的 朝着他们的方舟吞噬而来 环顾四周皆是灰色云雾风潮 其庞大的体积 几乎是无处可躲 萧兄 灵兄 木兄 大昼风暴的能量太强了 我们必须联合 或许才能躲过这风暴 此时 郭元峰便是冷静地说道 身为最强主宰的他 自然定力不凡 郭元峰看着如此庞大的打大昼风暴 而且其中所蕴含的力量极强 如果是他一艘方舟的防御力 也无法能够彻底地 从大昼风暴之中安全撤离 必须和另一艘方舟一同合作 或许才能抵御 这片庞大的风暴乱流 与此同时 萧妍三人会议 知晓着大昼风暴乱流的可怕 也不敢怠慢 直接再度催动方舟的动力 使得千元方舟和大元方舟 开始慢慢地靠在了一起 随着两艘方舟的靠近 郭元峰立刻说道 准备催动防御屏障 需要全力催动 接下来 各位都做好了抵御这大昼风暴乱流的准备 两艘方舟上 所有人都将方舟的防御罩提升最高点 然后再度催动自身的世界之力 再次加大方舟防御力 此时 大昼风暴的乱流移动速度越来越快 巨大的灰色云雾不断地靠近 最终大昼的乱流风暴 直接将两艘方舟完全地笼罩而下 狂暴的乱流疯狂地冲击在方舟的防御罩之上 瞬间方舟摇摆不定 在甲板上失去了重心 开始不闻起来 不过很快就调整了回来 这些都是踏入主宰镜的主宰者 虽然这风暴很强 但是在如此多的主宰者配合之下 再利用两艘方舟的防御力 或许能够抵挡住大昼风暴强大的乱流 方舟震动的频率越来越快 防御罩被乱流冲刷无比激烈 巨型乱流是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移动着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乱流风暴也会不断地增强 不过大家提前都做好了方舟能量的加强防护罩 能够将一些其中的暗物质 或者可怕的能量都能格挡而下 在这个巨大的大昼乱流风暴对抗之中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才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的大昼风暴 终于脱离乱流风暴了 否则我们都会死于这风暴之中了 郭元峰神色凝重地说道 刚刚的惊险程度实在是太高了 众人都是松了一口气 所幸方舟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碍 特殊材质制造的方舟果然不凡 硝烟灵动木城三人对着郭元峰拱手道 多谢了 如果这次没有与郭兄同行 哪里哪里 我们这次也依靠了你们的力量 不然我们想要脱离风暴乱流 也十分的困难 郭元峰对其也拱手笑道 一起经历过这次的危机 双方都对彼此有所好感 看来不是所有的其他世界之人都是坏人 但是还是依旧要提起警惕 大昼之大 什么人都有人心隔肚皮 那我们继续急速行驶吧 过了这昼海乱流的区域 应该不会有风暴了 郭元峰说完便是开始启动 方舟急速前往纪元遗迹 纪元遗迹的开启 也会引来诸多其他世界的主宰者 这等好事 其他主宰者也不会放过 如果获得里面的质保和传承 无论是哪一种 都会让自身的实力提升很多 上一次纪元遗迹的开启 古霸界获得的神器大界为凭 便可让整个古霸界 暂时进入更高维度之中 获得更强的资源 提示古霸界中生灵的修为实力 而且这一次的纪元遗迹 似乎还有消炎灵动等所需的神物 所以这次的机会 对于他们而言 算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点 真如郭元峰所言 经历过大咒乱流区域之后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基本都是稳定急速行驶着方舟 时间流逝很快 此时距离纪元遗迹的开启 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而且千元方舟和大元方舟 也已经顺利地到了这片区域 这里骤海空间更是散发出诡异 以及强大的特殊能量在散发 这股特殊能量的散发 便是第三等级和第二等级的连接处 如果没有靠着方舟本身的特殊防御力 没有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进入其中 如此大咒的力量之大超乎想象 并不是主宰者就能够拿捏的 虽然主宰镜的主宰者拥有世界之力 非常之强大 不过当主宰者来到大咒中的时候 面对着这些大咒的自然形成的力量 世界之力都变得非常之渺小起来 或许唯有超脱主宰纳入神殿 成为大咒中的一位神奇之石 也许能够有着更强神之力 才可以对这些骤海之中的暗物质能量 发起抵抗的资格 而纪元遗迹也就在这附近 不过郭元峰有了纪元遗迹的精准位置 众人也很方便地就来到了纪元遗迹开启的区域 纪元遗迹乃是大咒中 一些进入神纪元世界被强大力量破坏之后 所以遗留下来的产物 一般神纪元世界被彻底破坏后 并不会崩溃 而是先会沉浸于骤海之中 经过时间的推移将会重新出现 而重新出现的神纪元世界 被称为纪元遗迹 在这遗迹之中 将会有这个神纪元世界中的所有至宝神物 以及其中一些强者留下来的传承 能够称之为神纪元的世界 基本是第一等级的那些世界 不过除了第一等级世界是神纪元 第二等级的天元界也是属于神纪元世界 因为曾经这大界之中 有一尊神的诞生 并且这一位尊神 以先天神物为诸天生灵 种神谷开神落 让诸天生灵的未来皆有成神之望 也就是将这先天神物 化作黑白色的雨滴 清晰而下 撒遍了天元界的每一个角落之时 天元界从此进入了神纪元世界 所以纪元遗迹才会让大洲中的诸多主宰者眼里 变成渴望不可求的最佳造化机遇 如果能够在其中获得一些先天 神灵之物 也就获得了日后成神的必要条件 千元方舟跟着郭元峰的方舟 来到了一片区域 而此时这里的区域 已然已经有数艘方舟 先行抵达此处 这些方舟都是对准了同一个方向 而被这些方舟对准的那片区域 应该就是纪元遗迹开启的地方 方舟慢慢地行驶而近 笑颜第一眼 便是看到此前与自己和郭元峰等人 发生过摩擦的古霸方舟 而硝烟等人将目光投过去的时候 对方的目光也投向自己这边 其中那位古霸威冷笑地看着硝烟几人 然后轻蔑道 没想到你们这些蝼蚁也来到这里了 但是硝烟几人则是没有回应 然后将目光投向其他方舟之上 见到硝烟三人的反应 古霸威没有生气 反而露出一脸笑意 暗自道 等下进入纪元遗迹之中 你们就不会如此猖狂了 这里的方舟总共有六艘 其中三艘乃是千元舰 大元舰 古霸舰 这些都是来自第三等级的三大世界 而另外的三艘方舟的 体积比他们这些第三等级世界的方舟 更大更宏伟 而且目光望去 在那三艘巨型方舟之上 有些树道身影 并且隐隐间有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自他们那三艘方舟上传来 但是在硝烟三人凝视的目光下 也清楚地看见那三艘舟身上的几个大字 其中一艘方舟上写着天星 另一艘方舟写着天人 看到这里 硝烟灵动牧尘皆是 已经猜测出 这个写着天人两字的方舟 便是之前界外天人族的世界 天人界 没想到现在还能见到天人界的人 但是天人方舟上的那几道身影的气息 却并不是天人族的气息 好像是其他强大种族的气息 似乎比天人族的种族更加的强大 硝烟三人的目光 在天人方舟上多停留了几秒 然后便是看向最后一艘的巨型方舟上 这艘方舟上的那俩大字很熟悉 也是之前经常听到的一个大界 同时这个大界 乃是在第二等级世界中排名首位 便是天元界 排除第一等级 天元界也是唯一一个大界 进入神纪元的世界 在这个大界之中 人人都有成神的机会 因为当年那一位尊神 便是在天元界种下神谷 才得已让这个世界的生灵 有望成神的机会 而这一位尊神 就是硝烟灵动牧尘 从御外天邪神 界外天主口中多听到的 元尊 周元 现在终于见到了天元界的方舟 也不知道那位元尊是否能够遇见 此时硝烟灵动牧尘三人 也被天元方舟上的那几道身影 投射目光过来 似乎硝烟三人 给他们的感觉非常的奇特 这次前来纪元遗迹的人 是来自九天之中的最强一天 混元天 不过如今 却成为了九天之中排名第二 而排名第一的 乃是苍玄天 因为这苍玄天 乃是元尊的故乡 所以击败圣神之后 苍玄天也成为了九天之中的最强一天 年轻一辈的灵守者王希 修炼方式以杀戮为主 实力极强 已经达到他们天元界的圣者镜 而且还是一位三连圣者镜巅峰 能够达到如此高的修为 不愧是神纪元的世界 圣者镜对应大咒中的主宰镜 而三连镜对应的 则是主宰镜中的最强主宰巅峰 所以 这次出现的最强者 乃是天元界的这位叫王希的男子 硝烟三人在这人身上 已经感觉到一股极强的修为波动 甚至远远超越了此前遇见的 也是最强主宰的古霸威 双方也仅仅是相识了几秒钟的时间 内心确实变得波涛汹涌起来 因为这就是最强主宰巅峰带来的威慑 身为大主宰巅峰的硝烟 灵动 牧尘显然知晓 双方之间的差距 随后便将目光收了回来 再度把目光看向天人方舟的那一艘方舟上 硝烟三人对于天人界的强者 有着极为一丝厌恶 虽然这次来的不是天人族 可是想硝烟几人感觉出 整个天人界的人都是一个样子 阴险狡诈 是万恶的根源 大元方舟的郭元峰 见到硝烟三人 首次出现异样的神色 也是知晓了什么 便是对着硝烟三人说道 硝兄 灵兄 牧兄 看来这一次 不仅只有我们第三等级的三大戒 还有第二等级的三大戒也都来了 看来这一次想要获得更好一点的质保 看来是没有什么份了 他们很强嘛 不够最让我鸡鸡蛋的是 天人界的那位为首的男子 给我们的感觉非常之恐怖 这时候牧尘开口说道 身旁的硝烟与灵动 也是一样的感觉 这时候 郭元峰顺着硝烟三人的目光望去 眼神也变得极为的凝重起来 看着郭元峰的神色 看来他们的感觉没有错 一个脸已经踏入最强主宰境界的他 对面天元界那几道身影的时候 都有着无比的忌惮 看样子 他们感觉没有错 天元界是六大戒中最强的世界 所以一出来 就能够将所有人震慑住 那才是最强主宰巅峰的恐怖之处 力之强不可想象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进入神纪元 其中的修炼资源 更是提高了一个新高度 同时也诞生了诸多主宰境强者 也是他们天元界所说的 圣者静郭元峰 这才从喉咙间 发出令他羡慕 以及忌惮的言语 圣者静 硝烟三人 对于这陌生的境界 有些惊恶 对 圣者静是他们天元界的境界划分 但是来到大咒的话 他们的圣者静 就相当于是主宰境 此时郭元峰也开始解释道 文言 硝烟三人才明白了其中的信息 而且 此人实力非常之恐怖 恐怕已经达到了三联胜者巅峰 也就是最强主宰巅峰 所以就连我在其面前 都是无法抗衡 因为在最强主宰中 还划分 初期 中期 后期 巅峰 我的修为在初期 更何况对方是巅峰级别的存在 说到这里 郭元峰无奈地摇摇头 一声叹息 看来第三世界 果然还是不能与第二世界的那些主宰者相比 而且自己乃是大元界里的最强守护者 而对方 或许只是天元界之中的强大存在之一 比他强的 还有很多很多 这就是第二等级世界 和第三等级世界的差距 讲完天元界的强大之后 郭元峰 则是将目光看向另一艘方舟 缓缓道 而另一艘方舟 则是来自天星界 天星界 在第二等级之中 稍差天人界 不过这次来的人 应该是天星界的法兴殿中 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实力同样是最强 主宰境界 我还是毫无胜算 说着说着 郭元峰再度露出无奈的表情 自己给硝烟灵动牧尘 介绍的这几艘方舟上的强者 皆是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存在 天星界吗 牧尘的目光 看向天星方舟上的几道身影 似乎对于天星界的人 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但是又说不出来 这熟悉之气究竟是什么 在经过郭元峰 简短地讲述了一下天星界 这次前来的几位强者之后 最后并把目光 看向了最后一艘方舟的甲板上 这最后的便是来自 第二等级三大界中 排名第二 天人界 天人界 这个大界之中 有诸多强大的种族势力 这次出现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天人界中 势力最强的种族 天人界中最强的种族 文言之后 硝烟三人便是暗自导 之前的天人族 看来在天人界之中 并不是最强的种族 原来还有比天人族 更强的种族势力 看样子 这次的纪元遗迹 变得精彩起来了灵动的目光 像是穿透了空间一般的 对着天人方舟上的 几道身影 看去 而后者像是感应到了 有人在注视着他们 并也将目光投赖 但是这天人界的 最强种族之人 似乎也不是擅长 直接对灵动这边 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波动在压制对方 感受到如此强大的气息 灵动等人 刚想催动世界之力 对抗 郭元峰率先将这波动斩断 然后看向天人方舟甲板上 但是后者并没有打算 进一步进行发动攻击 看来也是想要保守实力 来对抗接下来在纪元遗迹中 遇见的某些最强主宰者 见到后者并没有再度发起进攻 郭元峰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天人界的最强种族 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天人界之中有十大种族 而最强的种族 来叫幽阴族 传闻幽阴族的首领 实力已达超脱了最强主宰境 或许已经触及到 更高境界的门槛 但是不知道是否已经完全的 晋升至更高的境界 这还只是未知数 因为天人界的野心 不限制于自己的大界 而是已经将野心达到其他大界中去 甚至有传闻 天人界想要争夺三大界之首位 获得成为神纪元的世界 便可让整个大界的气运达到至顶峰 从而获得更强的力量 同时也可以获得第一等级世界中 那些神势力的关注 所以目前天人界与天元界 是敌对的状态 但是由于天元界过于强大 无论天人界的如何入侵天元界 皆是被天元界的那些 三连圣者精的强者击退 见识到天元界的强大之力 天人界也渐渐地失去了 这首的目标